《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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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解脱的 我原来一直想 就是贪了 就是今年赞到十万 我们也还赞到十万 无止尽的 把自己就是累了够洽 但到最后 今年才发现 我都不知道我在这些 这些什么东西 我为了什么东西 我有事有歌 我有两大忙 够了 我就一个小孩 但是还是无止尽的 这追求 这样让自己那么痛苦 到最后 天天出去 一大早去上班 马上回来 我在想 我挣钱为了什么东西 然后 我就这样子 过来去 你会了什么 是的 因为你解决了吃饱 人力解决了吃 吃喝拉扎睡问题以后 因为光有物质 人是不能快乐的 只有极少数人 就是说 拥有物质层面的享受的时候 会活得很快乐 很幸福 但大部分人 对人力来说 人是个高等的动物 他要是灵性的 很聪明 光吃饱穿软 他不会幸福 他还要精神层面的满足 但精神层面呢 你可以唱歌跳舞 比如他画画 我曾经在一件事里面 琴琴书画 可能这些都满足 还有的人 这些也不行 我还要追求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是吧 还要灵性的成长 就是我要成长 而且我要解决 就是 或者是生老病死 这就叫佛陀当年 能不能不死啊 难道 然后我们从小有人说 我们判了死刑 我们就一定认命了吗 我们一定会等等 生命的意义啊 这些事 原来是 我就 就是这么多年 他还做生意 就贴得很压抑 每天必须要喝点酒 才能解决问题 然后慢慢的 所有的欲望 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 我真的更强 我有更高一层 就是 可以慢慢地 立下来 但是 就是我爸妈 你爸妈是一个很 就是 他们可能不会让你们 因为他看到的是 全是失去 而不是拥有 觉得你姐姐 这修复 这红眼泪了 跑到寺院 又不赚钱了 因为对你父母来说 他们是追求的 第一是你们幸福 他们认为 你们是在误入歧途 就是说 你们迟早会不幸福的 这样子想 然后呢 说你现实 你应该赚钱 最起码你收点苦 你要赚点钱啊 你那些 找出晚归 你是在赚钱 现在你找出晚归 在坐地上 你干啥呢 他们是一种很现实的看法 就是四处自己嘛 是 但是呢 你们也想要 最灵性上的解脱啊 精神层面的解脱 大家说 那你的 选择的做法 和那个父母就有些 不太一样 因为父母以前没修炼过 不知道 所以他了解不了你们在做什么 他觉得 他误解嘛 他不知道你们 父母也说 你可以信佛 你可以在家 你为什么要去打坐 你为什么要去四月做义工 那他不知道 你现在想成佛 信佛跟成佛是两码事 你现在要自己成佛做佛 那就得修正 信仰 学佛成佛是三个层面 是吧 光是光是去信呢 那我出一时 我上个下 临时报佛教信 那学佛 我了知一些因果 了知有佛菩萨 了知佛菩萨的慈悲品质 有时候我求他们 成 修正是要成佛的 你现在跟你姐姐走的是成道之路 成道这个时候 是成佛之路 是第三个阶段了 就是追求的更 超越了人力的很多的认知了 所以很多人力 别说是你父母就很 现在可能很多人力 都不愿意 很多人都不愿意支持修行的人 他觉得 学信佛可以 这是个信仰 但是你要成佛 你能成佛吗 他首先怀疑 第二说 你想成佛好好的人不做 因为在成佛的路上呢 他要吸出人道 那人道的很多东西 都好像跟他矛盾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尤其父母就会觉得 你学佛可以 学什么也行 孩子怎么办 家庭怎么办 婚姻怎么办 每一个父母都会问的 对吧 所以这个也不怪父母 首先你们要理解父母 就知道 永远不要抱怨他们 就不怪 但是呢 现在也是就怎么样 能够更好的去 又能修行 又能不让父母伤心 或者什么 我觉得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现在最起码是两个人 同盟军了 有 什么 两个人跑搞颠覆 原来他一个说 孤独奋战 因为我反对他们说 我妈妈就让我到卧底 干啥 让你说 现在是 我妈妈叮咚我 不让我跟他在一块 怕死了 对 对 把他放弃了 你也希望他放弃你 是吧 这个是 刚开始是这样的 是修行父母理解 这个理解吧 因为修行这一块 很多人理解不了 不是父母 学佛可以理解 信仰也可以理解 你是个佛教徒也可以 但是你要成道 成佛这件事 做起来 是 因为刚开始 他也是个出事 就是好像你要处理 好像你什么也不要了 要处理 他有个出事的过程 在这个 然后才回来 你进入父母 你才又回来 但中间这个过程 身边的人就接受不了 觉得这个 好像不像不做人了 其实真的你是不做人了 你连人都不做了 何况你人里的很多东西 界地啊 思维角度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成佛之路啊 这就像 我们要考大学 还有十年还要做人了 那这个成佛之路 你要奉个佛果回来 你肯定要有一段时间 不在六道道啊 六道都不能找啊 何况你现在这个人 最着想的就是人道啊 其他道你 你想找也找不了 因为你没看见 你不知道 但是你的心气会早 因为深深深深的信息在那 你简直修的蛮好的 挺好的 挺亲近的啊 嗯 而且他 当然说这个磨难会很多 就是最主要是自己的亲情 有情爱情 还没有彻底近 自己在情方面 比如你对孩子的情啊 你还不能生化成大慈大悲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觉得空在这里边 就会舍不得 这是其二呢 有一天你走完了 你会发现在 就算你在寺院做一个 有一天你会 可能你会发现 寺院也不亲近 或者是 老师也不 上师也不亲近 或者是 最后 你走了十年 你还没成佛 举个例子啊 然后坐在那儿去 身边一无所有了 父母也放弃了 家人也放弃你了 孩子也长大了 见了妈都不认识了 所有的一切都离你而去 但你还没成佛的时候 那种彷徨 那种好像所有的该做的功德做了 义工做了 该布施也布施了 所有的六度外星全做完了 还没成佛 残定也休了 屁股也坐在那儿 但是还在乱想 这个时候你的失望 这个时候是所有的都是过你自己那个坎儿 也许那个时候已经水到了99度 但你还是个反复走势 就差一度 但就突不破那一度 就是你开不了那个水 就那一度需要高约止点 或者是什么你点不点不破 你自己就怎么样 那个我值就差那一点点扩不去 有时候是自己失望 倒不是你所有的障碍 最后修行的障碍来自于自己 自己的见地的不圆满 包括自己对情啊 亲情友情爱情情欲的染污 就是染污是什么 你对这个亲情友情爱情 有很狭隘的认知 有人力很狭隘的 很有局限性的认知 所以这就叫染污 就是固定之间 对亲情友情爱情有固定之间 你就困在这情 就是情里面去 因为我们来自于父母的情欲 所以最后这个还有身心的绝授 你有时候理络到了 身心绝授没到 还是很痛苦 始终是来自于你自己 我觉得最后还是戒地 你的知见要圆满了 剩下的一定一步一步到达 你放心一定会到达的 只是知见上 你不断地对空性了悟 不断地了解释迦牟尼佛 第一地空性的 空性见地 般若智慧啊 金刚经啊这些智慧 他为什么要离象 为什么要离象 如果如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无形无相到底是什么 怎么是什么状态 等等不断地了解 从开示 听闻开示到看经典 自己看 这些理解 不要失望 就是去 就是理解父母 去原谅他们 不管他们做出了什么行为 伤害到你 或者是孩子 家人 不管怎么样 在我们在没 刚开始修行 还是修行吸引了你 是吧 就像花花那一刻 我们还是自私的 因为我们还在人道嘛 毕竟你的修行 伤害到他们 有缘周深了 你的丈夫觉得 别人的老婆 可以去寺院打一狗 我都不行 也许别的老婆 去寺院打一狗 她还随喜呢 说你看人家修行的 能打 你去她就不行 所有的都是 身边的亲人 觉得伤害到他们 共同利益了 因为你去寺院 孩子怎么办 是吧 那她就干的活多了 是吧 那不可伤害到利益 然后呢 你要万一出家了 你妈 你爸怎么办 我好不容易养大个女儿出家了 是吧 我又不是给佛陀养的 是吧 我都等着她养老书中的 是吧 是 我白养你了 是吧 但是说是这样 说是真的 她等你也不是等你 就是生气嘛 就是觉得你没走正道 是吧 觉得你不正业 是吧 是为了休息 所以我跟你说 刚才是 是有个室院的老师 那我去当老师 去当书院的 就是 全都文化 当老师挺好的嘛 画老师 画老师 他想让我去嘛 就很肯定的让我去 那不书院也挣工资吗 他们 没工资 我假如要钱我就不去 哦 他就独打说 你不要钱了 但是我又跟家人说 有一点钱 有几千块钱 但是他们就直接把我给 打回来了 就跟手套那样 被警察抓办了呀 不然我抓不了 他才独打了一个 就独打了我四五次 我爸 就那种很狠的那种 就是那种 他觉得你走火入魔了 是不是 他们所有人都说我走火入魔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走火了 就那样 就真的 他们愿谅 不然我学我头 可能还是有点执着 就觉得 阻力越大 动力越大 就这样 就当时 觉得 难为你了 就今天真的是要 而且现在没有别的 就是 我没办法 就是 只有自己 自己 必须有公布以后才 就爸爸妈妈 就是有 但是现在总不能看他们 气死了 是的 要三桥方便一点 他怎么样 他们不那么气 不打你 不打你 你气了五六年了 现在他们放气了 是吧 他放气了我 现在来就是他 他有他的果报 他慢慢来吧 走不出来 我现在对了 我快疯了 我快疯了 你跟他们聊也不行吗 没有 现在只要是能聊着佛的问题 只要一提佛字 对 就不行 一说出去 哪里会去 把你捆的在家 你就说去学一些东西啊 世俗法 赚钱啊 很多人 他说你要学可以去人家 出一宿 去庙里拜拜 不学佛 你不要提佛 不提佛 那你好 你在这里 乖乖给我看电 哪也不能去 跟原来一样 这些心器里边的 在清理 你修得很好 知道吧 首先 你肯定不是神经病 你也没走偏 你只是在 你很清静 知道吧 这样修 如果在界地上 不断的圆满 这样修下去是可以的 只是说现在 很多负面的东西 或者家人在阻挠 就是 你这个修行之路有点 现在已经没有了 修行之路 每个人不一样 有很多人也是空难重重 解脱 因为你现在是 我们不是在学佛 不是在信仰 我们在成佛 你想做佛 这才是真正的到最后 回到你本源上来了 明星界 回到本源 这个字路 不是很多人能够理解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第一是不是很多人能够理解 第二呢 我们会损伤很多人的 尤其是亲人的一些利益 因为你要解脱 随便爱你的人 肯定不让你走啊 你要出三界啊 别说是 刚开始你是能看得见的 慢慢的三界六道 看不见的 冤情在主也找上了 因为 你怎么能不来呢 因为你说你要解脱嘛 远往都找不到你了 你解脱无我了嘛 所以 生生世世的冤情在主 有时候都会障碍 还有磨悦啊 磨悦啊 磨悦就是 就是磨悦是什么 什么叫磨悦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休息 如果身边的 跟你有时候最近的人 反而 反而会靠你 就是说 父母啊 就是兄弟姊妹啊 或者你最爱的人啊 或者是你的老公 妻子 他会就是引起磨 磨是什么 是我们的欲望和习气啊 就是说比如说老公觉得 哎呀你你休息了 好像打破了我们 这个两个人 这个二人世界啊 就是老公呢 他会 他不是说他是个磨啊 磨悦 不是说老公是个磨 是老公的习气是代表磨到的 就是 他心里会觉得 我的习气 我是想跟你在一起 每天看电影啊 每天一起玩啊 一起你去打坐去了 我们想一起在一起做个爱 或者是什么 你去打坐或者是什么 他就心里很烦 这个烦恼生情就像磨 磨性 就是人类的欲望起来 有时候很自我的时候 就像磨性 他就 这就叫磨悦 就是他就抱怨你了 开始 因为你满足不了他的欲望 他欲望了嘛 这个其实不是老公不好 也不是说 就是因为他不做 他不休嘛 他不打坐 你去打坐就不行 那你呢 你心里很烦 你想要打坐 他要看电影 是吧 一起要看电影 然后你也抱怨他 哎呀你误了我打坐了 你这个乐器起来 其实也是磨悦 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怎么选择呢 难道我们谁睡了老公吗 是吧 说老公打坐 我们就老公说不打坐 一起看电影 我们就一起看电影 你会但是你坐在那 看着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时候 你心里很难受 你觉得浪费了生命 或者时间 因为这个时候 首先你如果已经看了 就不要这样想了 那你在那个开的过程 就也能修禅定 你还不能把 因为刚开始 修行的人 还不能把每件事 转为修行的契机 就是不能把每件事 用来修禅定 所以开始就是 就这么不自在 那现在坐地上 写有清静的环境 比如你说的寺院啊 什么 就觉得这才是修道的道场 其他地方不是 其实真正的菩萨到最后 红尘的每件事 都可以用来修行的 都会修绝照力啊 有的修子力啊 有的修定力啊 就是 还有 有的是 瞧自己的起心动念 那个习气欲望啊 等等 但是刚开始是 需要一些闭关啊 需要一些 就是安静的 一些烈烈功夫 但是 但是怎么说呢 有时候刚开始 因为这个世界人 是理解不了 修行成佛这件事的 但是如果你完全 随手这个世界人去做的话 那你就别修了 所以修不了了 但是你要说 说服大家能够理解你 这个可能性不大 有时候真的达不到 这个时候就是很难了 就是偷偷地做了 就偷着做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妈你妈 听见回妈 偷偷做了 然后你们现在也是个 同盟小团体了嘛 是吧 互相也护一下 然后打个游击战啊 什么的 你们现在俩偷偷跑出来了 对 你看说明还是有漏斗的嘛 是吧 也没那么白色恐怖嘛 是吧 是 你就说啊 我马上回去啊 马上见 要善巧 善巧这个不是 因为你们要完成你们的梦想嘛 像父母是要你们过现实的生活 就是说安安心心的结婚生子 养家活口啊 就像你们城市里边身边的每一个女人那样子生活啊 就是校父教子啊 过平安的日子也没有错 他们觉得那样的生活很好 但你们俩觉得我要一辈子这样过我会分掉的 那你们俩有更高的追求嘛 是吧 那既然你们想追求你们的是吧 但又不想让父母伤心 就是多 那就有时候要撒谎了 有时候要说点 觉得 爸爸妈妈 这个叫撒谎 这个是个善巧方便 不能叫撒谎啊 有时候妈妈 妈妈问你不能说 我在寺院呢 这不能气妈妈妈 是吧 妈妈不让你去寺院 你去寺院是吧 你就说我 我心情不好妈妈 我这边别住了 去散散心 我再跟我妹妹在一起呢 我们俩旅游去了 旅游 你看一个潮山一个旅游 你要潮山你妈就生气 你旅游就不生气是吧 你旅游拍了个 随手拍了个风景 给你妈发回去嘛 妈妈我在旅游 哎呀我看见一片树林 好漂亮啊 我终于可以开心了 我前两天可压抑了 是吧 我看见那片树叶了 你看这片树叶好美 拍个树叶寄回去 谁知道你在那捏金呢 是吧 你可以跟妈妈 爸爸分享你们的 生活的点点 而不是捏佛的 你介于 不是现在很多人说 学瑜伽嘛 你就说你学瑜伽嘛 瑜伽父母一般都不会 因为瑜伽不会 学出家 瑜伽会好啊 电视上机场 你看瑜伽不是 跟佛这两码似 其实你是打座嘛 你就换个名词嘛 然后他们觉得你又练瑜伽又着迷了 又练瑜伽了 又练瑜伽了 严家不要练 赚钱啊 然后我爸爸又有这种特别好面子 讲了呀我家虽然三个女儿 但是我们家三个女儿还挺好的 觉得还有点小成就 哦 你没有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 还有个好大 还有个大姐 这是二三 他们不是为了你们俩幸福吗 对 他觉得要自己的家里呢 主要是你修得太激烈了 他感觉他真的好幸福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以前我就很傻 我不会在两方面的 我就直接跟他说 我骗他的 我就要去寺院 他说你不能去 我说我就要去 他说你去我就打断你腿 我说你把我打死了 我也要去 就一句谎言的话都不会说 就每次去还要跟他 非得他同意 也不会偷偷的跑 你就故意跟他靠上了 这个有点 你做得不够善巧啊 我们渴望别人理解 也不是这么渴望的 他明知道理解不了 你让他渴望嘛 父母也是爱的 但只是每个人的爱法 不一样的嘛 是吧 他们认为 他们的来住你就是爱 来住你 因为你觉得你不在正岛上 他认为你来住你去寺院 就像来你会赌博吸毒一样 他觉得你这个就是沉迷里边 你这是我没教育好 是他们的责任 打死你我也不 那真的会打死你的 我告诉你 你父母真的会灭了你的 而且他们打死你也不心疼 我告诉你啊 你别拿以身四法 别拿自己去冒这个险 你注意啊 你爸爸妈妈生气 就是生气生到那个 他控制不住的啊 然后就像掌磨了 会杀了你的啊 你家有家暴 所以这个我建议你们俩 一定要三巧方便一点 不要他扭着给爸妈 就是那样 真的他会来住 来的 有暴力来你的 但是也不怕 都也不怕 你们俩还散抱不住 但这个真的是 也是件事情 这么阻力这么大 一般父母都比较开明 说孩子要 但是可以聊嘛 说孩子 就生活回应 并不是说因为这件事 其实看见很多人修行说 说是因为修行离婚了 其实他不修行也会离的 是吧 有其他原因也会离的 都有可能啊 那是个缘分 那你妈妈不理解 你觉得是他的原因 你妈你妈 他对他学佛 觉得他学得过了 因为就觉得他信仰 人家别人也信不是这样的 人家别人也学不是这样的 觉得 但是你在修行 你在成佛之路 这个一般的很难理解 但都不是你这样的 你说我不是在学佛 我在成佛 我想做佛 知道吧 就成仙也行啊 我就想成仙啊 我想语化登仙 就是我想白日飞生 是啊 我想成仙啊 你认了吧 我想成仙啊 老爸 成仙不好吗 但是六十一把走过来 哈哈哈哈 就白日出门 师兄们有什么高招 给他们俩支一下吗 哈哈哈 哦 他说让你缓缓 哦 他是说让你缓缓 他说我 从小我们 从计刺以来 爸妈就是那种家暴 我妈打我妈那种家暴 我打你妈妈 就那种记忆 就那妈妈 你妈妈还给他一伙的 他打你 两个先一伙 哎呀 这对你这件事情 就喝醉一会儿 他们每一次都说 你吃素就吃素吧 还吃水煮菜 他现在还好了 还灯溪了 饭也不吃了 就喝水 那更没法理解 哦 是 有时候就真的不想吃饭 你们俩是哪里的 江西 江西 江牧原 然后在景德镇 哦 景德镇不瓷器吧 挺有名的 哦 景德镇也是个历史悠久的 但是父母还这么 这么想 他不是佛学老师 他不是佛学老师 他数学老师 还是佛学老师 数学老师 那 我 对 那肯定是嘛 人家算不错嘛 人家算不错嘛 他不是在你地理 过一年还有一个来月 赶紧挣钱 你去年挣多少钱 今天挣多少钱 你真的当里有多少钱 你多少钱 我都知道有多少钱 就是很不慎重 我自己一套末 好 我一进到末回来 这套末进了多少钱呢 卖了多少钱呢 他可以卖你一笔 我自己都没算 电脑都没有 他算得那么精确 哈哈 就是我赚了多少钱 就是我赚了多少钱 就是赚了多少钱 所以他就是赚了我 就赚了我 就赚了我们赚钱 对 这个 他觉得有钱 你就会活得好 其实 亲信里边 他还是有一些 对佛道有一些障碍 他信钱 他信钱没问题啊 但是他 他还是 信心事事 这个佛 这个佛缘 没有 不生 没有这个缘分 但你们俩有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黑 打仗嘛 天天都听不到打仗 但是他 他会 他会强烈的障碍你的 就是会 会拦你的 但是呢 你就要太多的 三巧方便 跟慈悲 去慈悲 爸爸妈妈 三巧方便 有时候也可以妥协一下 对他们 因为他们这种暴力倾向 毕竟他是你老子 父母 你又不能 他使劲打你 想打坏了 是吧 有时候 使劲打的 都真的 真的 真的很有 很有力的 我从小 刚才我没打过 这几年 经常打 难为你了 不是 他打我一次 我把我们脑子给打起了 他不打我 他没有那么坚定 那种心理 就是 就是 对亲情 对这些情放得更快 更坚定 更坚定 也是 爸爸也承求你 对 嗯 这种认知也可以 成佛以后都要感恩的 成佛前呢 就是苦啊 是 就现在想到我爸妈那部分 我都害怕了 就是 真的吗 你听到那个声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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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的啊 很难的啊 哈哈哈 打你打的 头上全是把你伸起来 那真的疼啊 把你推打在那里哪 他妈找财 不管你财 他那不是打女儿 他那是觉得你走火入魔了 他在打磨 知道吧 他认为你就是磨 磨 附体就那种 啊死 这个打 他都不觉得在打女儿 那一刻他爸妇女之情没有了 就忘记了 真的是 不然下不了那么很辛苦 后悔 是 他气起来就那种 就着魔了嘛 是 这个家 家庭这个暴力 真的是 他这种环境里面找到 没有点心灵医植 还真的挺辛苦的 他会留下印记的 尤其爸爸打妈妈这种 真的是 这也是你能够 他能够放下家庭 迅速的放下孩子的老公 义无反过的去解脱 与小时候爸爸打妈妈也有关系 对家庭不留恋 小时候就想 哎呀我快走吧 快离开这个家吧 他就想 因为小时候父母打架 孩子就不想在家里待 那就印记很深的 他恐惧 再加上 就不知道该责怪父亲还是母亲 因为两个多爱嘛 爸爸就打了 两个相爱的人在打 就是那种无奈 孩子 孩子长大了 一般都离家出去 很容易出现这个 如果要么脾气特别暴躁 要么就出现 要么就婚姻会失败 就算是他不学佛 都很容易 都很容易离开家 很倦强 很容易离开家 其实与小时候家庭暴力有关 我特别努力 就那种家庭 自己的家庭 我也特别努力 就那种坚强 可能小时候有影响 也会 也会 也很想离开家 对家不留恋 家里面没有感觉到 家庭有温暖 家庭的爱啊 和睦啊 和谐啊 温暖啊 一个家的天龙之乐 从小没看见 没有榜样 就是觉得 一有点风起 就跑了 就离开了 就想逃避 就怕嘛 恐惧啊 有应激啊 是 看不到的恐惧 小时候 小孩子说不清楚自己 但是长大了 慢慢想 他心成应激 不留恋 不想过家里的日子 觉得事业更快了 之间就放弃了 有些来自于宿舍的 你们 你妈妈 包括你 包括你 你们都跟你爸爸 有些逆远 就是都有逆远 但是这些逆远 并不是说你们 伤害他了 或者是 他一直是这样子 他曾经是个屠夫 就是 你爸爸是个屠夫 你们都是在他 刀下死了的 就是 他就是杀 就是 还是在那个 就是我看到 他在水采啊 就卖 卖东西的 卖 这些水货啊 卖 水采啊 或者肉啊 杀鸡啊 就是 拿着刀 在那 就是 你们都给他有过缘 刀下之缘 所以这个 其实是 他 他有时候 神奇起来 他 就是很 很残忍 很残忍 就是我们的果报 就是我们在 欲望的买足啊 各个方面 因为出生到 他主要是本能的欲望 就是 就追求了本能的 比如说 钱 追求 因为追求本能的东西 因为出生做事 是本能嘛 人力是有思想的嘛 人力的思想 可以控制本能 我今天看见一个 女孩子 我很漂亮 你的思想说 那是人家老婆 你就不会 但动物不会啊 动物看见一个 狗 看见一个母狗 他就去追啊 或者是什么 他不会封楼里啊 不会封 但人力的思想会啊 我们之所以 轮回到动物道 只是我们追求了 本能的享受 跟感官啊 什么这些享受 很容易堕落在 动物道 就本能的反应嘛 所以我们这一世 你们是绝对不想了 就是说 所以你说 如果只是为了满足 我也不知道活着为啥 我一定要解脱 尤其在你爸的铁刀下 一定要解脱 是吧 所以你你你不会 他越说钱 你越跑得远 你越不挣钱 就是越越不 觉得钱 简直就是仇人 因为钱代表本能的欲望的满足 因为你爸也不是不是爱钱 让他摟着钱睡觉 他肯定不会呢 他是 钱可以满足欲望 可以过一个 你爸觉得 钱能带给你们幸福呢 带给你们安定的生活 但是你们现在都不幸福了 是吧 他不知道这一点 就是他的智慧啊 什么不够嘛 所以虽然他是老师 但是他就是 他有时候生气气了 还是很很厉害的 对 有时候真的是会 所以还是善巧一点 善巧一点 然后有时候有些利缘 慈悲心可以化解 你慈悲他 你觉得 哎呀算了 爸爸你生气生成这样 我为了不让你生气 我心软了 我妥协一下下 因为他也就是 在生气气头上那一阵 他过了那一阵 他就软了 所以那个 你避开他那个高峰期 就特生气那个 我觉得这不是高峰期 他一直高峰期 他一直高峰期 我现在就是他主要是 我现在就是主要是 这个店 特别商量 我就是 我想把这个店放 我想帮我吃一些 那你可以跟你爸爸聊吗 你就说我都卖了这么久 我不想做这个店 我想做其他行业 那今天特意跟我说 他问你 他说现在你想赠钱 就是说 不是你想赠钱的 他让你从一开始 开店到现在 那你就按生意的角度 跟他谈 他有时候 今天是今天 明天也许他会这样想那样 只要你说的有道理 他还是有想法的 慢慢的跟他聊 不要说你去修行 这就是 有利缘 就有意出现这些 就是 他 就是 你们最好做的是 他不愿意做的事 他不想做 其实我想想 我觉得我们把店 都可以送给他 可以 但没有 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 没有 但你爸转变之间 找一个算卦的 你爸信不信 不行 不行 那也没用 找一个村里 你们买头一个算命的 去跟你爸算 哎呀你那几个女儿 就能去修行 不修行很容易 怎么怎么的 你爸没准备 开玩笑 你不要障碍你这个女儿 这个女儿 她想做什么 她出家的不行 她本来就讨厌出家的 讨厌学佛的 跟佛不沾边的 什么这些 什么就是 就是人家就是 学艺精八卦的 或者这种 帮帮你们 这怎么办呢 我也想不出 好办法一下 是吧 她这么厉害 找个什么 学艺精八卦的 跟她这儿八卦谈嘛 说说 哎你这个女儿 就得学这些 不学这些 很容易出事的 她没准备了 说哎呀原来 命中注定的 这也是个办法 不要吃 不要给出家人佛打 你也不要焦虑 再慢慢来 日求 对啊 你看你多厉害 老公都说服了 说服你妈 你爸也可以的 慢慢来 慢慢要加强 在任何环境下 都能入定 四男 四男 再慢慢来 男也不代表不能 我一反的时候 我立马就把一栋门打开 总有见你爸 你妈会找上一栋门的 就这个一栋门叫她 没关系 两栋门打开 没关系 因为每天都要更新 然后我看完之后 然后不存在一个 好多年 就是一下子 我只一看我就好了 但是就是好了 然后有时候 那必须要去店里 去店里干嘛 因为这个 就得 又又完全被那个 完全没有了定位 我也很想帮到你们 现在只能在网上帮帮了 甚至看着事情跟你爸干完 还是干不动 要不是事情 你就是说我们两个 这个方面是特别 这是一个 一个 一个 要不我坐这儿每天 回向你们俩 我把我念得精修的 先回向看起不起 走又回向你爸 因为你爸这个之间 转不了你们 又有些力源 他就是你要 他偏让你潮心 他就 他那个时候真是扭住了 这个力源 是真是 有时候扭住 你潮心 他偏让你潮心 你潮心他偏让你潮心 他就那样 嗯 我主要是还是 对他说姐姐太执着了 咱们已经不说这些了 你姐就这样的 你要他不执着 可能性不大 你要你爸不骂你 也可能性不大 现在就看你怎么做了 我就是不知道 因为我很难看 很困难 不急 慢慢来 反正你年龄还小 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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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看易东门 先把之间搞清楚 我爸我妈 觉得还非得逼我生小孩 你不是有了 没小孩 有一个 再生一个 他说一个太孤单 那他逼不了你 是吧 这就是他 我说生不生不在你 是吧 你可以答应他 非得说他逼你 你妈说生 生啊 准备生啊 正在准备 你爸说生啊 准备 这他不能打你吧 是吧 没怀上的打你怎么办 这个不是由你的吧 这个没关系 这是你跟你老公的事 你不不要 他怎么也逼不了你 是吧 但是能把你说 就是你不去店里 我打死你 这个可能 他一定要把你踢到店里 是吧 因为他觉得我现在 就是还刚刚 一点点的一个海底 把我拿回来了 假如第一遇到就是那 很快的 对 比我爸还要坏 对 是吧 是 你像我爸 我就逼不了 那怎么做 是的 是的 你的直接已经对了 嗯 是 嗯 嗯 看上去也没那么对受伤 挺好的 嗯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